因此看在这里介绍阎摩罗王 那我们每天的起心动念都要格外的小心 其实我们起心动念 有没有人马上知道啊 在《华严经》上讲吗 人一出生的时候就有两个天神跟着我们 左边肩膀右边肩膀 他们还有名称呢 一个叫同生 一个叫同名 一男一女 所以我们人呢 从一出生开始 任何想法 说法 做法 这两个天神都知道 他们会把我们这些资料啊 一五一十的传递给阎摩罗王 这些资料呢 不会被消灭 这种储存资料的能力远远超过我们的电脑 因此 人一天当中应该要修善法 应该要修敬业 那已经造成恶业怎么办呢 佛门常说 忏悔 普贤菩萨教我们大家 忏悔业障 回头是安 下面再介绍 阎摩罗王 决断善恶 亦使鬼足 于武去中 追射罪人 这些阎摩罗王呢 他们来判断了 哪些是善 哪些是恶 如果是这些人造成恶业的 当这众生寿命快到的时候呢 或者他罪业造得太重的话呢 他就会派这个鬼族 去抓他们 这些罪人呢 逃到天要海角 都躲不够 抓到之后怎么办呢 审判 审判之后要受酷刑了 所谓的垂考制罚 更无休息 锤子边打 考呢 是要受种种的刑罚 地狱里面最可怕的地狱 叫做无间地狱 在其他地狱哦 这个罪人受了罪报 还有休息的时候 可是在无间地狱呢 没有片刻可以喘息的时候 所以称为无五间地狱 时时在受苦 天天在受苦 无量无边 故三起金云 将父阎魔王 随夜而受报 圣阴生善道 恶业堕泥泥 这是引用了三起金里面的介绍 这些鬼族把罪人抓了之后 就交给了阎伦王 审判之后呢 他就被送到刑场 受罚 这都是指的地狱 这个阎魔王呢 被称为平等王 他审判的时候 大公无私 他用什么来审判呢 他会让这个罪人呢 看那个夜镜台 就好像一面大镜子一样 或者说像个电视一样 把那个罪人拉到这个夜镜台的面前 这样子就把这个罪人 在前世哪一道里面 所造出的恶业 播放给他看 所以他想抵赖都没办法 这个罪人呢 不得不扶手认罪呀 这都是事实 下面告诉我们 圣阴生善道 那恶因呢 当然就多到恶道去 尤其是多到呢 泥泥 泥泥翻成中文就是地狱 阎魔罗王又翻成双王 凶即妹 接作地狱王 原来这个阎魔罗王呢 分男分女啊 男的阎魔罗王呢 就审判男的罪人 女的阎魔罗王呢 是审判女的罪人 她们都是地狱的主管 因此下面讲了 胸 致男是女 女是故约双王 这就解释了 在地狱里面呢 众生也分男分女 跟我们人道一样 有男有女 什么原因有男有女呢 这还是在于大家的执着分别 产生这样的现象 如果我们呢 夜静晴空 这个现象就没有了 夜魔罗戒者 这个戒就是戒性 夜魔罗王所管辖的地区 叫做夜魔罗戒 据色论云 夜魔罗王国 博也就是夜魔罗戒 在哪里呢 于此善部舟下 这个善部舟啊 是指我们这个南瞻部舟 我们地球就在这其中 过五百余善纳 余善纳翻证 翻证中文呢 就是游巡 大游巡是六十里 中游巡五十里 小游巡呢 四十里 那五百游巡 那蛮低的 怎么样呢 那就是地狱的 这个地方 有颜魔罗王国 众光亮一耳 从此辗转 善居愚处 这是地狱的中心 所以叫做根本地狱 根本地狱呢 有八寒地狱 八热地狱 所以在这个大地狱里面呢 不是极冷 就是怎么样呢 极热 听说下个礼拜啊 我们澳洲呢 温度会上升到三十八度 今天多少度啊 三十一度 三十八度就热了 诸佛同修 你想象一下 如果八十三度怎么办 八十三度 你肯定不敢出门呢 现在这个地球啊 极其不正常 人间地狱啊 人间地狱啊 听说有的地方这个温度啊 都超过五十多度 这太可怕了 那环境变得这么差 也都是因为我们心情不善 不肯听老祖宗的话 自以为是 古人信封 五轮五常 四为八德 佛门 介绍 三浮六合 三学六度 十大愿望 这都是我们应该呢 要认真修学的 谁愿意做 谁就能够得到 真实之力